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不要整天都這麼繃緊 不過這個輕鬆的話題都跟你們的荷包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今天所講的話題就是叫做 搶錢神功 國顯神通 搶錢?不是我可以跟你搶賭 當然有很多人懂得搶錢的 不過就不在香港 在大陸 香港的人都在搶錢的 你看現在 各種的檢疫等等的東西來講 是不是有些人 有從中餘利呢?不知道 我今天主要講大陸最近出現了幾種搶錢神功 就因為是國顯神通的 如果各位在大陸自己有業務或者甚至旅行 都要注意啊 先講最近出現一個搶錢神功是怎樣呢? 海南 三亞 旅遊啊 旅遊都比搶錢? 是啊 現在大家從新聞裡面看到了 就是忽然間說三亞還有另外三個海南的城市說 有疫情啊 這樣 疫情的數字其實不多的 不過相對於它公佈的其他地方的數字呢 就相對多了 記住啊 是它公佈的數字來的 大家姑妄言之 姑妄聽之的 因為沒有人能夠檢查得準 或者也都沒有人挑剔它的 所以據講三亞和另外三個城市裡面的發現的新證呢 很多 嘩 這樣上升 所以呢 它當地政府馬上出事出了一個政策 就是封城啊 四個城市封了它 不准走 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去那裡的旅遊客啊 大家你看一下 國內還有其他地方呢 早前都封了的 現在開放了 接著就湧去旅遊地方了 這個時候夏天最好去三亞啦 那些旅遊勝地的結果呢 一大班人湧出去 現在忽然間說有疫情 八萬人起碼 有八萬人就不准走 因為個個都懷疑可能是有污染 即是有感染的 所以你這個時候走呢 全國都可能會再度爆發了 它用這樣的理由不准你走 那你不准走去哪裡呢? 你住哪裡呢? 酒店啦 是吧? 那接著呢 嘩 酒店就OK了 乘機加價 那因為這個是很自然的 物以罕為貴的原理來的嘛 那結果呢 又不准走 接著你還要檢查 接著你還要消費 那當然呢 你說封劍遊人 什麼都可以 但是不是到你封劍遊人的問題嘛 好了 國內呢 就開始有些案例出來 一家十三口在那裡呢 如果你說檢測七天然後走呢 最少十八萬 十八萬啊 埋單 那當然呢 它說這個是極端例子 你不用最高消費就可以了 你不吃七百元 一餐自助餐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吃別的那樣 那它都說這個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但是不讓你走 你算一下 八萬人 那這些酒店 哇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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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的 固定消費 啊 是吧 那還有 大家記得 能夠在疫情之下 呸一聲 我不管了 我可以去旅遊 這些 多數都是國內的中產人士來的啊 是吧 而海南過去都曾經試過宰嚇 宰嚇完之後 那接著就說那些人吵完一輪之後 繼續劏你 那些人是繼續去的 那裡的士 大家都記得 過去都有新聞出過 到現在來講仍然有的 就是的士隊五早上是公安管的 晚上是另外一套人管的 但是這裏是涉及到兩種的制度 一種的士裏面是公開當地的交通廳發的的士牌照的一個制度 另外一個就是由某些部門發的准理公開經營 但是是不會差你的 所以那裡很多的士其實是包的 就是說你找到熟人你就包了 你去到那裡酒店會幫你介紹的了 變成這些來講 有個標誌在那個防風玻璃那裡的 那些交通警察看到有些標誌 你不是的士 你都可以照營業的 如果沒有看到這個標誌的話呢 你就是犯法了 於是又捉了 那這裡不是幾重收入了 是吧 那這些已經全部公開的啦 公開國內自己本身都有新聞出來的啦 好了 現在呢 三眼這一個的搶錢 它是大條道理 因為疫情不讓你走 那這個是不是新招 所以大家都說 其實現在呢 大陸到處都衰財 中央有中央的需要的錢 地方有地方需要的錢 各個部門 以至各個機構 都想盡辦法自己搶錢 所以這個是很典型的例子呀 如果你去旅行呢 我不是說 啊 阻止大家去旅行散心 而是說你自己要計算一下 這些呢 你是計算不到的狀況出現的 哪會有人想到那裏 不准走的 是吧 然後規定你七天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 好了 第二個搶錢神功是什麼呢 就是學術搶錢 啊 學術搶錢 學術怎麼搶錢呀 這個又是近期的改頭換面的新發明 所謂近期改頭換面 就是說這一種是存在著很久的搶錢神功來的 那就是說 每個人呢 要將自己的學歷呢 是提升 那是有價可估的這樣 所以你看國內呢 除了大專院校 正規那些 還有很多呢 什麼學院啊 等等 總之呢 發個畢業或者那個異業證書給你呢 很方便 所以前一陣子 國內網購呢 其中有一種 叫做賣民憑 賣民憑連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那些民憑都可以賣的哦 那不過呢 你自己要承擔那個虛假的風險 就不是他們發的 是一些商業經營來的 當時啊 平價到啊 還是網購可以郵寄給你 最便宜的時候50元一張 那就視乎不同的學院的名氣了 那後來又出現過打擊的啦 是吧 打擊完之後呢 不管 那最新呢 有兩個新聞是出了來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 菲律賓是受益那一方來的 就是湖南的邵陽學院 不是正式大學來的 那他為了培養自己的CG 於是呢 花了1800萬啊 不是1800元啊 1800元呢 就送了23個 他們認為值得栽培的人呢 就去菲律賓 學什麼啊 教育博士 哇 那大家自己計算一下1800萬 培養23個人啊 那後來揭發出來呢 原來他去菲律賓呢 不是正式大學來的哦 是野雞大學來的哦 講個名字都講不出了 不記得的啊 那結果培養了回來之後呢 跟著又用高薪請回他們哦 哇 那些啊 外國留學回來的啊 博士來的啊 高薪請回他們 那究竟這23個人是什麼人呢 到現在是不是有詳細理會 那這個來講呢 大家都說 你出去的時候沒事 出到回來可能不知道怎樣了 就搞不定 或者就是利益有碰撞 才被人爆出來而已 那現在呢 這個在追究中了 那與此同時呢 北京大學哦 北京大學哦 又揭發 另外一宗新聞啊 就是一個北京大學的教授 陳春花 是啦 那他自己有很多的銜頭啦 很多個畢業啊等等 那跟著呢 又網上又很紅的哦 那樣 還去教人 那樣那樣 結果最近被人刺爆了 原來他那些的學歷啊 民憑啊 全部買回來的啊 那北大啊 現在我要追查啊 那樣的啊 那這個問題呢 就涉及到 喂 這麼高級的學府 尤其是呢 北大是雙重領導的啊 記住啊 北大黨委有領導啦 教育部 北大是直接教育部管的學校員的 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還有這麼多這些的假民朋友 讓他們過關 是吧 所以這裏呢 就說明了 其實過去呢 就是這一種賺錢的方法 就是說大家 中介教育啊 尤其是跟外國搞在一起的那些 是相當普遍 好了 現在還升值了 這個升值呢 就是跟另外教育體系裡面的 另外一種作風 就是要考試 那考試呢 你說考試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考試呢 明堂呢 是多的事的哦 甚至上你要拿某一個職位的時候 你就要拿A B C D E 種種的民憑的哦 是吧 哇 那這些來講呢 後來就慢慢慢慢發覺了 很多教育部的官員呢 或者教育體系的官員 我不做官啊 我拋棄了烏紗帽 於是我出了去 做什麼呢 我開培訓學校啊 培養人才學校 那就變成了呢 哇 教育部門呢 就要慢慢做這些 哇 你這些究竟那個 培訓水準行不行的啊 於是他又要考核了哦 那跟著 這些的培訓機構又是考核人哦 你拿了那個的證書 你才可以申請某個工作哦 哇 這些是不是自己做出來很多賺錢機會啊 是吧 所以呢 這裏來說是第二個 好了 第三個賺錢機會是什麼呢 藥品 保健藥品 好了 你說保健藥品是正常的 因為很多地方啊 你人體科學啊 幫助的人啊 燃煉益就啊 都沒有問題 但是 自從疫情開始之後呢 現在都沒有計算 究竟檢疫部門 核酸部門 生產這些的藥物的部門 因為很多是國有機構來的嘛 究竟賺多少錢呢 因為政策保障了你去賺錢的哦 好了 最新有口服藥出了 大家說 不要這麼貴了吧 他說 現在呢 不會超過300元 但是大家再計算一下 現在有那些什麼清溫膠囊啊 有些人叫做法溫膠囊啊 那有些人 他們多少錢呢 你現在那些 你說去打針 打針又不用錢的嘛 就是國內是一個 要保證 那如果你要去這些口服藥不超過300元 那就是便宜貴呢 你自己算了 是吧 那所以 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 大家都發覺 哇 原來國顯神通的哦 你找得出一個名堂呢 你就可以去賺錢的了 好了 第四種 現在搶錢神通的什麼呢 金融機構 啊 金融機構多數是國營的啦 國營都有其他方法的嘛 那最簡單的方法 現在大家看到新聞了 就是你去銀行啊 存錢 有時候去貴原機的存錢 是有入 沒有出的哦 你按回錢出來呢 機器的故障 不是一間半間哦 很多間哦 那跟著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怎樣呢 就是那些村鎮銀行啊 因為哇 大型銀行 各有銀行啊 他就覺得 就是 隔世啦 去到村鎮銀行 村鎮銀行在2006年開始呢 是正式出現了之後 就出現了最少全國一千六百多間 這些是村鎮銀行 集團式的哦 記住哦 不是一 不是以間數的哦 不是一間兩間這樣計算的哦 是集團式 現在發覺了 又是那些皇親國職 獲准去做的 那現在爆破了 爆破之後呢 那這個搶錢的做法呢 就是說 你進來了 我現在告訴你我拿不到錢 那就吵啦 吵去請願啦 請願了之後呢 現在就說地方政府電資 哎呀 你不要吵啦 那究竟 多久才拿得回 曬全部什麼呢 又不知道的 那所以現在總之呢 就是各 各顯神通 大家就是搶錢神功 各顯神通 好了 從這裡呢 我今天所講的 其中還有一個現象大家值得去看的 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剛才所講的這些例子呢 你爆了出來 官方說 我會認真處理的 那你爆出來之後呢 它才會改進哦 甚至道歉哦 是不是 但是如果不出聲這件事不爆出來呢 它就繼續做下去了哦 是不是 所以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就不出聲 官方就照做 含煤就走 你出聲呢 它就會改 或者就是道歉 你看看廣州 早前我要執行命令 我叫門入屋 我跟你清理 但是清理完之後 家裡有沒有不見的就不知道 是不是 那總之這一類事件來講呢 那就 大家就只能夠說 是一個由政策保護之下的各顯神通 是不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大家自己計算吧 我又不是一觸高打盡一旬 所有官員都貪污 但是你的制度呢 是容許他們有這麼多機會呢 是想出這麼多方法 是嘛 那你去旅行啊 都是有錢人來的啦 中產啦 去到都被人搶的 那這個來講呢 就是要看大家對國情的認識 是怎樣啦 而中間執行的人呢 執行的而已 他們是清潔 廣州那裡清潔消毒 到現在呢 未有人投訴 就是說 家裡不見東西 到現在都未有 那這個就是資訊的準確性的問題了 是不是 那所以呢 簡簡單單單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如何保護自己的荷包 但是有時候你在國內呢 想保護都未必能保護得到 那這個這樣的現象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了 今天呢 簡簡單單單 時間也差不多啦 那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拜拜